聚支援全自动封编机1360安装视频 首先安装封编机脚架 准备好两个长方管 四根中型方管 两根短方管 和两个45度方管 若干长螺丝和螺帽 四个长贴片和四个钻型铁片 和四个90度固定贴片 首先拿出两根长方管 和两根45度短方管 组成一个长方形 再拿出四个90度固定贴片 固定好长方形框架 再拿好长螺丝和螺帽 根据孔位固定 再拿出四根中型方管 安装到四个角 再拿出四个短方管 和钻型贴片固定好四个角 再拿出四个角落 再拿出四个角落 还是快转一把 准备设�ä 贴片固定好四个角落 停操此 再拿出四个长贴片固定好框架和角 现在封编机的底座就组装好了 我们接着组装封编机扶出接料架 两根长流利条各安装两个长螺丝和螺帽 然后拿出固定接口 安装上四个螺丝和螺帽 把两根流利条组合在一起 再拿两根方管安在两头长螺丝上 现在辅助接料流利条就安装好了 我们在安装封编机上的辅助流利条安装孔 一个固定器 两个黑色六角螺丝 两个螺帽和一个六角掰手 固定好之后 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黑色头的长螺丝 这个是固定辅助流利条的 接下来我们安装封编机的拖条盘 一个T型方管 一个长螺丝和螺帽 把它和封编机固定好 再组装托盘 一个带红色的长螺丝 一个轴承 一个螺帽 把它们组装在T型方管上 这里注意 咱们的轴承是在托盘下面 然后把组装好的辅助流利条 安装在封编机上就好了 记得锁紧 这样就不会晃步 接下来安装封编机的加宽板 一个是带轴承的在右手边 一个是不带的在左手边 先安装支撑架 底下两个螺丝固定 上面加宽板和封编机 也用两个螺丝固定 再把延伸板和支撑架固定就可以了 再安装右手边带轴承的就可以了 再安装封编机的控制面板 固定好螺丝 我们先接这个 这个电机 锅这边的这个电机 它这里写的红色1 然后接这里红色1 拍到吗 嗯 拍到 好 红色配红色 然后蓝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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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写着2 嗯 2号线 然后接这边过来的电机线 接起2 然后这个是第三根就是总线 这个线 是没有写数字的 对 花线 花线没有写数字 写啥 然后红线 然后这根铁线 好 这根铁线 铁线是贴锅 胶锅底下的 这是胶锅底下的 胶锅底下有个洞 然后放 好 对 胶锅下面有个洞 然后给它扭上去 行了 整体 整体线就接好了 这个线就接完了 白色的管子 这根白色的管子 这是吸塑胶剂的 就是 也就是说电机在里面 两个蓝色管子吸上去 从蓝色两个管子喷出来的塑胶剂 我们晚上回来的塑胶剂倒一点下去 倒在盆子里 然后放下去 这边会喷出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调节的 调节的 气压 调节那个喷气的大小 跟除胶剂喷出来的 那个剂量大小调节